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力》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742集《破灭的气泡》 天韵子 王林愣在了那里 这股气息啊,他岂能忘记 这股气息是他在洞府界 是他这一生极为忌惮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天道的一部分 这个人呢,已经被王林毁灭 但王林当年便怀疑啊,天韵子没死 这字迹与气息并非是与七彩界的石碑一样 是两个不同之人所写 但此刻,这石碑的出现 却是让王林本对洞府界的清晰立刻模糊了 洞府界,县岗大陆,东林宗 这三个地方,全部存在联系者 唯有七彩先尊 但那七彩先尊分化三魂 已经被我毁灭 第三魂更是苏道 我甚至当年在那幻境中 还来到了这东林宗 可为何 为何这里会出现这句话 这个石碑 为何这样的石碑 在洞府界也有 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林蒸蒸地望着那石碑 眼中露出迷茫 谁人会去东林宗 在这里留下这么一座石碑 那字迹与气息属于天云子 但他怎么会来到这仙刚大陆呢 又为何要回去东林宗 还有那七彩先尊 我本以为他已经死去 但,但他真的死了吗 洞府界绝非那么简单 其内到底还蕴藏了一个什么样的秘密 我当年发现的那些 本以为是全部 但是不是 我所发现的 只是一个最终隐秘的边缘 我站在了山上 以为看到了全世界 但却不知 在那山后的天空上 还有一双眼睛 看到了我的全世界 王林瞬息间 通体冰冷 若你此生 见到同样的字迹与气息 请告诉我 那老者沙哑悲声的声音 在王林身后传出 请一定能告诉我 若我能复仇 从此了了牵挂 为我提供线索者 老夫可成奴 直至死亡 那老者缓缓开口 透出一股惊天的坚定 与信念 那老者话语中 右手抬起 又一次回过 清风一扫 大殿恢复之前的样子 那青山依旧清 绿水仍然彻 鸟语花香 再一次弥漫东林宗 一个个门人弟子 一一幻化 永不知 他们已经死亡 在这东林宗内 在那昂然的生机中 快乐地生活着 大殿外的广场 石碑消失 一处处海骨不见 刘金彪呆呆地望着 那之前存在的石碑的地方 忽然呢 有些寒毛耸立之感 这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刘金彪的内心呢 咯噔一下 看了看四周 尤其是目光 在一些东林宗的 弟子身上扫过后 那种恐惧的感觉 越加地强烈起来 我会的 大殿内 王林神色不露半点 此刻心神的惊涛骇浪 平静地开口 那老者望着王林 许久之后 低下头 隐藏了双目内的悲哀 与孤独 但他即便是低着头 其身体上的哀伤 也依旧浓郁地划不开半点 你来东林宗 是路过 还是有所突兀 那老者沙哑地说道 我想借东林池一勇 王林压下心底之前的骇人 这些事情让他感觉诡异的同时 也有了心惊 东林池 那老者沉默片刻 渐渐点头 东林池内有溢水 那池水与大地连接 与封印在大圣周下的天外之灵 有些关联 那封印的灵并非是寿 而是一个天外修士 此人当年败在了先祖手中 被封印在这里 如今早已死亡 但他的魂散后 没有消失 与地脉河流融合 东林池 是那河流的一处流动之地 东林池 休士一生只能进入两次 一旦进入第三次 就会立刻暴毙而亡 我东林宗拥有东林池 外人知晓不多 但凡是知晓者 来本宗之后 给予足够的代价 会被允许进入东林池 外界传言 甚至本宗内也有传言 进入此池 可以凝聚出本源真身 但此事是虚假的 若真如此 我东林宗早就成为了 先祖第一宗 而且也守护不住 这东林池 会被大天尊收走 即便是这样 也会引起大天尊的关注 只不过 看在当年东林宗 第一老祖 东林大天尊的份上 再加上此池不能一开 奇效随着岁月的流逝 越来越弱 也就无人来抢夺了 东林大天尊 汪林双目一宁 这是他第一次 听到这个名字 先祖五大天尊 并非永恒 也有陨落 我东林宗第一代老祖 曾经也是大天尊 只不过陨落了 如今就连尸体 也都不知在何处 很多人都在找老祖的尸体 即便是后来出现的 几个大天尊 也都在找 可是无人找得到 有传言 若能找到老祖尸体 便有可能不去进入 太古神经的考验 也可以成为大天尊 不过 只是传闻而已 那老祖平静开口 王林深吸口气 他没想到 这东林宗竟然有这样的底 更是没有想到 竟然出现了一个大天尊 东林池如今效果已经很弱 且凝聚真身为传言 它真正的作用 是让进入者达到一种奇异的状态 在那种状态下 有一定的机会 可以感悟出 那天外修士 具备的特殊的本源 若是失败 则只能让本源 更浓一些罢了 虚幻中的东林 在清晨的朝阳下 似折射出美妙的色彩 笼罩山门的同时啊 使得东林殿外 阳光下的倒影在不断的缩小 东林宗的门人 在这清晨中默默打坐 似在吸收天地之力 修行于一身 整个东林宗啊 就如同是那凡间的孩童 吹出的泡泡 在天地间散发夺目的光芒 但同时却又是那么的脆弱 似用手一碰 就可破碎一样 若是美丽的事物 有的时候啊 就越是虚幻 在这虚幻的东林宗后山 鸟语花香弥漫 清晨阵阵小兽雀跃的 思鸣回荡中 在这里 有一处修建的极为大器的祭坛 这祭坛如同塔状 约千丈大象 高企也有百丈 骑上青石铺成 在那阳光下泛起一片分不清的冷色 在那祭坛之上 则是百丈大小的平台 正中间的位置 则是一处不大的水池 水池内略有干枯 但还是有一层浅浅的池水 在那风吹而过之时啊 荡起层层涟漪 水面上漂浮着一些植被 随涟漪而动 王林站在那水池外 看着水池 眼中露出迷茫 刘金彪站在王林身后 眼珠转动 四下扫具 但若仔细看他的双眼 却是可以在他的瞳孔内 看到恐惧 这鬼地方 定不是我眼下所看的样子 说不定老子脚底下 就踩着一具海骨 这池水看似清澈 但没准实际上 里边都臭了 泡着大量的尸体 但刘金彪啊 越是想象 就越觉得死地恐怖 他倒不是害怕尸体 而是害怕一种未知 处于这种对未知恐惧中的他呀 没有注意到 此刻王林眼中的迷茫 越来越深 王林看着这个祭坛上的水池 沉没了很久很久 为什么会这样 王林闭上双眼 脑海内浮现出 他之前在洞府街的幻境中 看到的东林宗 看到的那个东林池 此地东林池 与我在七彩仙尊的记忆所化幻境内 为何 完全不一样 七彩记忆中的东林池 也是在这个位置 但却没有祭坛 而是一片很大的池子 但此地 却是如此 到底 哪一个是真 哪一个是假 王林猛地睁开双眼 其幕内露出奇异之蒙 以破开一切梦障的力量 目光扫向四周 其目光所看之地 与之前赫然大变 他目光扫过那祭坛 立刻这祭坛上出现了腐朽 更有碎裂 甚至还有大量的干枯的鲜血点点 在他的目光下 这里被一片死气环绕 甚至其目光 看到那池水后 神色略有缓和 这池水没变 除了池水外 四周其他的所有之物 全部都改变 这里 应该是东林宗 真正的东林池 看着祭坛存在的岁月 已然很久 可若是如此 为何与七彩先尊 记忆内的东林池 不一样呢 亦或者说 若这里始终没变 那么变的 就是七彩先尊 王林沉默 随着他在这仙刚大路上 并非幻境中 第一次踏上这东林宗 好似天地间 凭空多出了一层迷雾 这迷雾缭绕在他心神 使得王林对于自己在东府界 认为的了解 出现了迟疑 东府界内 我真的全部掌握了吗 天蕴子的气息 道经存在的石碑 还有那七彩先尊 错误的记忆 这里面 到底隐藏了一个 什么样的隐秘 这东林宗绝非寻常之地 四宗出现过东林大天尊 这大天尊 又是因何陨落 甚至连尸体都找不到 又是谁 毁灭了东林宗满门 是天蕴子 是七彩先尊 亦或者是一个 与东府界有极深的关联 但我却始终忽略的人 王林沉默 望着东林池 许久之后 王林深吸一口气 抬起脚步走去 在那池水外 他低头望着池面 旗内阳光下 有倒影映出 使得王林 在那东林池内 看到了自己 在他看到自己的一刹那 望着白发白衣的自己 王林突然身子一震 他脑海那样 好似有闪电 轰轰闪过 隐隐地 他好像是想到了一些什么 有一件事情 很奇怪 我曾经便有些猜测 有关我和天逆珠子 为何七彩先尊当年 在道一大天尊 与师尊交战时取走 没有被这两个大天尊注意 为何我在东府界 蓝梦等人 还有那七彩 能看出我体内有天宁 但在这仙纲大陆上 却是直至现在 也无人看出 为何就连我师尊玄罗 在去往东府界后 也没有看出 或许他看出了 但没有说 若真如此 那么道一大天尊 我也见过 为何他也没有说 或者抢夺 相比于这一点 我更相信 他们没有看出来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